神父在這裡 你來啦 傅仁貴在祖先排位前 雙手合十 難難自癒 似乎在懊悔自己所為 因為他涉嫌殺害 親生兒子 每天我先要做事 你也要跟我們說一下好不好 大批員警來到住家三樓審明廳 疑似這裡就是犯案的第一現場 你有辦法嗎 沒有 我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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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是家中長子警方查出一號凌晨 二十九歲陳姓男子在家中沒了真命跡象 被父親弟弟禁忌送醫 初步研判 窒息而死 藉由驅魔的方式 除去他屈於在陳男身上的拍名 誤信掏光陳男口中的口水之後 就可以讓陳男恢復正常 家人們公稱男子近來情緒不穩 多日不吃不喝 懷疑他卡倒陰 在家中進行宗教儀式驅邪 父親弟弟負責押制 媽媽動手 沒想到出了人命 不是這樣放了 他可能手這樣成立要給他拿命 但進去以後可能就刺激到那個迷走神經 他就突然昏迷了 太過了 死者母親手背上明顯紅腫 法醫高大臣研判 他將手伸進兒子口中 而檢方覆訊後懷疑三人犯罪嫌疑重大 並有串陣之餘遭到羈押 初步懷疑死者因窒息而死 萬萬沒想到 伊斯卡道陰卻因為宗教驅邪意外奪命 解中部綜合報導 桃園市中立區傳出了營樓遭搶事件 這名32歲的中姓男子 他當時鎖定了一家營樓店 先是裝模作樣的向店員詢問之後 這金項鍊的重量和價格 店員隨後拿出兩條金項鍊 要讓他挑選的時候 他居然就抓著項鍊轉身就跑了 店員看到也趕緊打電話來報警 還好當時正好有員警 看到只花了六分鐘時間 就成功逮捕到嫌犯 也迅速破案 目前全案就以搶奪罪 移送桃園地檢署爭敗 你不會啊 你不要趕緊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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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抓小偷在小巷內 三四個警力團團包圍男子 因為他還想抵抗 站出來了 站出來了 你趕緊嗎 男子最後被壓制在地 問起為什麼要偷別人的車牌 他還嘴硬狡辯 我當時幫我們車牌 車牌 你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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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那個消費場照 兩人不說要照你 傍晚警方動員抓人 巡線鎖定 站在車旁的男子 前後包抄 讓他根本沒地方跑 地點在台中西屯 由民眾報案 他的事故車停在修車廠旁 車牌卻不翼而飛 我有看 他說不可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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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對勁 我想說不對勁 我想說不對勁 怎麼會給我錢 我去找我們家 說對勁這些 原來五十七歲料心嫌犯 自己因為超速被釣扣車牌 又想開車到高雄 去找朋友拿酒回台中賣 異想天開 跑到之前去過的修車廠 偷拔事故車車牌 又曾是被害人開設的車廠 我受過車輛 因為這是所有車貨 而待修理車廠平放的位置 因為開車超速 車牌被釣扣六個月 忍不及想開車上路 這下男子要多吃一條竊道罪 恐怕失去自由 實在悔不當初 記者 陳偶爾雲傑 台中報導 遇上警方露檢 阿伯假裝配合酒冊 下一秒出拳歐警 奪車鑰匙搶了就跑 想跳上車 直接飆下萬本大橋 等一下 後幫援警見撞 拔腿狂奔 跟著衝上前歹人 到底在幹什麼 到底在幹什麼 糧緊死命啦 前一秒還在酒廁的民眾 見義勇為 雙手環抱阿伯的腰不給跑 用力倒衣服 還被針劍扯掉 你在幹什麼 拿鑰匙剛好而已 你在幹什麼 會跑給警察追 原來是因為阿伯 14小時前有喝酒了 但 0.13 根本沒超標 哪需要跑啊 掙脫反抗 害警察全身傷 酒醒還在ㄎㄧㄤ 反被一傷害 妨害公務送辦 而內湖皆名乘客 則是酒醉搭車 槓上小黃問獎 狂標八字經 乘客指著問獎鼻子罵 因為認為他 車資故意多算80塊 甚至坐在別人的機車上 邊開罵邊等警察 你送 太多 來啦 我幫我開屁 乘客搭計程車 要到內湖路一段 平常白天搭沒這麼貴 但卻忘了晚上有夜間加成 李虧還叫警察抓問獎 問獎情緒激動喊冤 為了不到300塊錢的車資 不但被耽誤工作時間 沒錢賺 反倒受了一肚子氣 只能說錢賺難賺 結果這樣是名財宣傳報道